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专题 我们继续讲澳门的惊天动地的新定义 对于很多一般 香港澳门政治的理解 你会在澳门这个案子看到一些比较新的看法 当然澳门中联办和港澳办 都说这个是落实爱国者治澳 这些是必须要讲的东西 但是你什么叫爱国者治澳呢 它有比较新的看法 选管会主席唐晓峰 之前有没有讲过外国者治澳 即是在讲外国者治澳之前 在外国者治澳之前 因为外国者治澳也是在讲2019年 2019年之前有没有讲过外国者治澳 其实在2016、2017年 讲全面管治权就已经讲了 即是在外国者治澳同一时间就讲了 不会分开去处理 只不过定义不同的意思就是 选管会主席唐晓峰就是你怎么去做判断 哪些人是恶国者哪些人是恶者 这个位置有新的讲法 选管会主席唐晓峰就说 参选人是必须拥护宪法 宪法比较少说的 即是一般讲基本法 但明确表示 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如果对共产党有所评击 有意图推翻的说话 行为 都足以构成不真诚的拥护 你推翻是不行 但你评击也不行 那评击怎么判断呢 这个就比较难搞些了 那你之前会结出一档战战 你肯定是吗 那一定是 但我们这些算不算呢 我们有评击吗 即是我们直面一些 党国历史上 被人觉得不好的东西 我们没有直面 即是我们对制度没有评击 但行为总会觉得是 那你行为有好又不好 不算评击 你行为有好又不好 那你这样讲 毛泽东也是823 723开 毛泽东也是723开 那你既然说毛泽东是723开 那当然你共产党自己内部都说得 毛泽东也是723开 那当然是不算评击 即是文革的时候 你讲的也有评击 我想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 有些很多的贪忠王法的东西 对不对 这样的时候都是不算评击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照说 OK 那比较叫做新的说法 就是因为这个文件就是 还有他们有行动 我们没有行动 他们在支联会的时候 他们是有行行动 就是意图推翻的说话行为 和行为 说话行为 那你如果不影响到行为的说话 算不算呢 就是这样 我看一句话的时候 有些评击 是前面一句 下面一句 有些意图推翻的说话行为 是不是三个加码才是呢 还有还有一件事 如果是什么的话 你到了某些情况之下 可能会再收紧 但是现在澳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不准做这件事 你做这件事不准参政 不是你做这件事 就拿你坐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又是一个很分别的 澳门未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拿你坐牢 现在那些人是 不准你参政 对不对 就是你民间继续 没问题 对 就是这样还没拉你坐牢 那就再说吧 另一个比较新的看法 就是 说回我的文件 就是澳门的司警 就发了一套文件 就给每一个候选人 就是给他看看 为什么要DQ他 其中一个议员 叫吴国昌 早二十九年 他就将他的资料 上去Facebook 我们见到 其中一段 包括说 吴国昌 与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要员 胡志偉是会面 就是民主党是一个 港独的组织 这个是 比较新的看法 今天我今早再看新闻的时候 田飞龙出来解话 他又比较含糊一点 他似乎都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 他说民主党 没有明显地支持是 港独 或者是香港独立的运动 但是他的核心思想 包括民主抗共 你意图建设民主中国 这些肯定是推翻 共产党的行为 如果你不走回正轨 你就会被视为港独 那说吧 民主党主席 胡志偉和民主党有分别 他是说 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 及要员 及要员 即是不只是胡志偉 他有说胡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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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也说了 民主党是港独的 是吧 那当然他说的 不一定 应该这么说 这个是政治问题 这个很明显是政治问题 基本上就是 你知道我们做了那些事情 会有什么问题 你也不是不认为 你们做的事情 是很爱国爱澳 是吧 是吧 胡志偉和胡志偉 这些人已经被抓了坐牢 即是在坐牢 即是现在那个人 不是现在是 没事 那个人已经在坐牢 还有真实来说 最重要的是 他们勾结了香港 2019年的社会的支援 这是真正的最大的死罪 但是问题 二来一个人 你支援香港黑暴的时候 那种支援 他未至于捉到 你只是在聊天 大家在聊天 大家在聊天 那些你做不到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理由 那当然你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没有议席 那你也辞了职 那也没所谓 所以大概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红线 是一定是拉了 我不知道是拉后 是推前了 总而言之是收紧了 但是也是回来 最原始的一个想法 就是 我想大家都会遭受压力 他说的压力就是 中国遭受压力 美国遭受压力 美国遭受压力 中国遭受压力 香港遭受压力 澳門遭受压力 那今时今日的标准 肯定是全地球来说 都跟20192不同 包括台湾在内 中国遭受压力 大家都是 其实言论是一直收紧 在全地球 因为如果言论 不收紧的地方 不收紧的话 就会好像 类似南非、海地 那种状况 那当然我问法学家 他们都说得很明确的了 澳门基本法的 喘息和解释 是会派到香港的 即是两地的东西 是本身的 但是这个选管不尽职 即是不是一个判例 如果你判了例 是要如何处理他的法律问题 那就一定会是作为参考案例去处理的 是 但是现在 我也是问了政府的人 就说 那你想好是逮捕他坐牢 是不是 追土良知 这些未想 下一步再想 我想不是这样 我想 不是他们想 是 你永远到最后 都是什么人想 就是政治决定的 就是政治决定 但是我想习近平 他到政治决定的时候 他都说一些advisor 就是永远都是那些 他们澳门的人说 那对不懂说广东话 穿短就出衣 但是其实就是 在美国著名大学 博士毕业的那班人 那班人是 正在做政策研究 是那班人去想 而不是你任何的 一些香港老本人 大家不想 实际上 有可能是 十几个之旅 那些人去决定政策 就是真正国家的智库 他们是没有实权的 那些人去做advice 真正你如果去处理 那些人都读过了所有东西 知道了 那些法学 应该熟过了香港所有 知心大律师 那些人 你会看到很老套 那些人实际上 读书很棒的 那些人 读书很棒的 有个名牌大学博士 而出的全部都没有做实事 当然他们之中有神级人物 就是王沪宁 但没有美国大学博士 王沪宁不是那个系统 他是意识人态系统 就是这些假法律子学 所以他们说的 是 永远都没有客气的 但你去看的人 就想怎么做 我自己知道 那些人想到决策出来 然后又落实到去 给了决策 就落到政府官员 可能是习惠平 或者习惠平 以下的人 说得很少 那些人拍了一版 拍了一版 那些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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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做不到 那些人做 那些人做 所以大约都是这样的 我原则办 之前也有观众评计 就说 喂 杨宇你不懂 看下盧永雄 盧永雄说的东西有点很多 那我也有看的 那后来澳门的舆论 都是往那方面去说 就说 澳门年轻的民主派业员 其实他是有受到 王丹的训练 那和王之锋有合照 這肯定是美國CIA,再加上台灣軍情局培訓出來反中亂澳的分子 2014年的時候,澳門是搞反彌寶運動,台灣是太陽花 香港就是雨傘運動,大家是相互勾結的 情況是這樣,我並不認為澳門人敢去勾結美國 但他間接勾結美國,即是香港勾結美國,即是香港勾結美國 但他直接勾結美國,他在澳門已經不用擔心 但他在香港勾結香港,而香港勾結美國,即是間接 即是間接勾結,當然是有 但現在的問題是,你間接勾結那些人,而那些人是做了2019年的黑暴 所以就等於支援黑暴 所以這件事,你說他在台灣讀書是真的 他偶罪是和辱文都是真的 他亦都寫論文是關於澳門是有的 但其實他這些人,如果在澳門,他膽敢勾結一個勢力 直接收到錢,應該拘捕了多久 其實澳門當然是想拘捕他很久 但他拿捕了捅腳而已 今次就不用捅腳了,直接來處理他 都未拉去坐牢 看一看之後怎樣處理 因為現在每天都有變化 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定義 他們如果不動的話都不會拉坐牢 暫時如果不繼續動的話都不會拉坐牢 但問題是如果繼續動的話就很難說 對於港版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之後不動 就是余若美和陳淑莊未拉坐牢 梁巴傑也未拉坐牢 但會不會是負責這樣 但我想余若美和陳淑莊未拉坐牢 當然現在打民主派的說法 就會上訴到這個了 打到中審法院 中審法院就肯定是判他輸的 毫無疑問 至於你說他敢不敢搞示威 首先澳門的經濟結構 大家都是跟公務員 要是做賭場 大家經濟上毫無能力去反抗 所以澳門的律律很重 如果不批示威 然後你的示威是坐牢三年 再高的刑罰就是其他事情 所以一般就應該沒有什麼大的風浪 計算好了 你是做不到法才會拒絕你 不同香港 香港有些地產霸權 夠膽和中審作對 至於2013年的時候 他們指示了田北信律做 而且也有美國的錢 這些全部都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錢 很難搞得到 正如香港那時候 某軍跟香港 親自租一些安全屋 親自租一些安全屋 放了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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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次都給了兵器 一次又給了兵器 等於這些事情 澳門不會有這些事情 太小了 不可能的 當然看看澳門的歷史發展 如果是賀一誠 其實他是天選之子 就是上天安排好他做澳門的 大有為之之特首 他明年賭場是賭牌到期 再加上賀厚華批25年期的地 基本上在未來幾年都到期 所以其實他有比較大的權力 去重新做澳門的資源作分配 即是這樣的情況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去處理民主派 都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行為 主要說國際局勢 其實都是放在中美對抗的 agenda去看 因為其實日子上 這個DQ的行為是9日做的 但前兩天就是7月7日 美國拜登政府延長了 對香港制裁行政命令的一年 其實就是香港澳門做的事情 都是對美國制裁上的一個反制 是 那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什麼補充 但我相信 永遠都是大方向 大方向就是 現在這個狀況 已經是沒有民主派生存空間 正如也沒有你不站邊的空間 補多一句 我看現在的狀況會比較穩定 是 我覺得 不同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已經搞到 已經搞到 我不知道大家做家長會不會覺得 特別是高興 搞到教科書 子女的父母是兩個女性 是小學教科書 是小學教科書 是這樣的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這麼絕同情緣的香港 在理智和個人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是 我甚至是個人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是 好像歐洲 歐洲很多地方 歐洲很多地方 整人亂倫都照樣合法 整人間的亂倫都合法 但問題就是 這個就是 你同性戀者 壓錯邊是應該受到懲罰的 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你同性戀者 譬如韓詩 或者林夕 他們整班 你們當初的時候 你壓住 壓錯了 壓錯了 是應該受到對付的 這是我覺得很正常 醫護和性戀 不是因為你什麼問題 而壓住 我們一定要在政治上來說 一定要剝奪那些 壓錯的人的權利 如果不一定不夠分 所以你到了最後 為什麼會出現 印度的自民階級 或者其他有很多 譚加 那些出現 其實都是因為 你是打輸了仗的人 我覺得 當你打過一場仗 你輸了之後 應該受到懲罰 這是我對香港同性戀人的看法 他們應該是受到更加收緊的障礙 否則 以得報願何以報得 如果現在我們不去對付 不去對付一些 好像醫護那樣的 或者教育教育那些 那些的話 或者這些體系 那你基本上 你無話自理到 但是醫護教育 他們是比較 不公認 同性戀 起碼以我所知 有很多政業 他本身也是不斷組織對家 那你沒有教協 或者醫護公會 那些什麼 他們不是這麼有 但是問題 你就不可以 對於日幕暴走 對於這些言論 或者這些事情 會收緊一點 大陸當然收緊 原因是 你做LGBT運動 你的思想導師 都是白人的中年男子 還有你去勾結他們的做法 在國際上 搞大串連 沒錯 所以很大問題 所以不如你 不如你這樣說 好不好 如果要對付的話 就連這些 都不能做政業 我所謂很殘忍 很殘忍的 就是說這樣說好不好 你很愛國的說 不過 你的子女 就反中聯合 參加2019年黑暴了 對不起你 你的職業都不能做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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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現在是某間上市公司 你突然間出現了你的子女 突然間出現了你的子女 你的上市公司的拍檔 你的拍檔 跟你無關 突然間有2019年反中黑暴 所以我應不應該對付你的上市公司 或者我不是對付你的上市公司 至少你有沒有政協 對不起都沒有 對不起 那件事是一年朱年 那件事是這樣 如果不是 你實際上沒有辦法去管治 管治不是一個民主小青生 或者一個好像大家說 如果你有民主選舉 或者你有什麼 自由人權 任由開放發展 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原理 上線佛樂是最基本的 同性戀應該受到迫害 同性戀醫護教育應該受到迫害 因為他們打輸了一仗 你投資這麼大的兵力去打仗 而你的兵力是打輸了 對不起 是很殘忍的 好 我們今天先說一句 好的 我先說一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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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